如意来到贵妃宫中 发现宫中空无一人 伺候的人都不见了身影 贵妃听到有人来了 以为是皇上 看见如意后便十分失望 如意对贵妃说 他们二人都是可怜人 在宫中常被算计 如意告诉她 皇上其太医给她治病 却越来越严重 是因为她的药中被多加了两副药 所以才会元气大伤 如意还告诉贵妃 皇后送给她的镯子中 藏着让女子不孕的零零伞 他们二人未有子嗣 全是拜她所赐 如意用簪子挑开镯子 几颗药丸从中落下 如意说 自己偶然摔坏了镯子 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后剔除了零零伞继续带着 如意称皇后对自己忌惮已久 对贵妃也只是利用 贵妃认为 自己对皇后忠心耿耿 安前马后 却没想到皇后竟会如此对待自己 贵妃对如意说 要将皇后所做之事和盘托书 如意让她对应该知道的人说 贵妃听了 恳求如意让她再见皇上一次 如意并未理睬 转身离开 如意来到养心殿 皇上这回忆初见贵妃的刑警 如意求皇上再见贵妃一面 皇上也感到心软 皇上来到贵妃宫中 看到身着华服的贵妃 贵妃让默心离开 自己有话想单独对皇上说 贵妃说 自己自知罪孽深重 如今有些话不得不说 贵妃说出 皇后叫 皇上否认 还谴责贵妃 如今变成了连皇寺都敢谋害的毒妇 为姑娘救情 自己会给贵妃一个意好 让她走得体面 贵妃见皇帝薄情 称自己 愿来是嫁得寻常人家 相夫教子 也做一回善良贤德之人 皇上决定赐给她贤 为意好 以满足她来世的期许 贵妃便倒在了地上 皇上来到易昆宫 皇上说 如意的镯子旧了 让内务府再送来一个新的 皇上问如意 是否会算计人 如意说 自己在受到他人陷害之时 会自保 皇上问如意 是否会算计自己 如意称 自己愿与皇上永不相弃 皇上让如意 坐在自己身边 说自己听了贵妃的话后 十分心寒 不过 为了贵妃的体面 皇上还是下令 进贵妃为皇贵妃 还奉如意和纯妃为贵妃 于嫔为于妃 贵妃从睡门中醒来 告诉默心 谋了个差事 让她不要忘了 是谁害了自己 默心扶贵妃走到院中 贵妃在院中 赏血之时 倒地而亡 太后听闻贵妃去世 感慨 其太医半事得利 同时也认为 是贵妃咎由自取 皇贵妃去世后 皇上十分悲痛 皇上对皇后说 皇后走后 皇上称自己 如今已看不清 皇后内心 到底在想些什么 皇后察觉到皇上 对自己的书